明天,库里哥哥将带队出征炎湖城,亲自给爵士队的后卫埃格尚克,我大胆预测,库里哥哥必将迎来爆发,狂坦四十加带队取胜,如果哥哥不能带队赢球,我明天直接录视频向库里表白,为什么我对哥哥这么有信心呢? 第一,哥哥已经连续五场比赛,打得不太理想,按照人品守恒定律,轮也轮到哥哥爆发一场,毕竟是名声战外的一线超局,连续六场打得不理想,这个我有点不太相信 战者爵士队的后卫,老的老,矮的矮,嫩的嫩,克拉克森,胡人丢掉的烟屁股罢了,戳脱多年,三十一岁高龄,早已锐气进食,不如哥哥风华正茂 塞克斯顿,骑士不要的烟屁股罢了,一米八八,他必有水分,不像哥哥的身高,都是真柴实量 我看塞克斯顿跟我差不多,估摸着也就一米六吧,完全不足为据 基杨特乔治,今年的新名单子,迷路绿只有37.5%,放他十米,他都投不进,不足为据 反而天王霍敦塔克,同样是胡人不要的烟屁股,而且没人观察,他都不一定能上 克里斯邓恩,阿巴基,CBA预备役,库里哥哥,单手可报 忠算所述,明天大家可以等着看好戏,绝世这帮歪瓜裂爪的后卫,我库里哥哥,必定挨个捆他们 至于其他位置的队名,那就更不用提了,四冠王家最佳防守球员追梦格林 佛光补照汤姆森,天赋堪比詹姆森的威金斯,天赋堪比威金斯的库明家 再加上萨里奇,伯杰姆斯基,半座长城凯文鲁尼 勇士阵容全方位胜出,再加上爵士队和勇士队,那是附加赛区的直接竞争对手 库里哥哥必将拿出全功率,打灰熊之时,哥哥已经向裁判撕压 打爵士是时候检验成果了,最后区区爵士,他还六连胜 按照人品索衡定律,明天掩护成必败 还是那句话,勇士不赢,我直接录视频向库里哥哥表白 诚意十足的那种 录以 fell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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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